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古武 今天我们讲古武哲学体系之二十 也就是我的哲学体系 这是这一套体系的最后一次课 之后我们讲点别的 你说古老师,你干货好像不少 当然嘛,没点干货出来秀啊,对不对 最好的内心世界 在过去的岁月里 人类不断拓展自身的内心世界 到现在基本能揭露整个真实的世界 以至于我们想要再往前走 就必然面临往地球之外进军 在1967年的时候 加拿大的一位学者 他写了一本书 然后里面提到一个概念 是叫做地球村 现在大家耳熟能详呢 很多人都知道,对不对 说地球村在电视剧里面 或者在电影里面 小说里面 还有那个经常的杂志里面 都会听到这样一个词 地球村 那是证明什么呢 证明就是人类这个 拓展自己的内心世界 然后以至于就是去适应 整个真实的世界 去揭露整个真实的世界 这种能力是越来越强 基本上能够 虽然说比如说像海洋 到深海之类的 还有很多东西我们未知 对不对 里面还有很多东西 我们没有踏索到 但是我们基本上 已经知道这个概念了 我们的类型世界里 已经包容了这样一个概念了 深海比如太平洋的一个 最深的地方 可以到海底一万多米 对不对 我们有这样一个概念 最高的山峰 珠穆朗宝峰 有八千八百四十八米 对不对 我们基本上有这个概念了 以至于我们再想往前走 就必然面临的 往地球之外进军 大家听到这个地方 你是否赞成我的意见 我们接着看 在进军外太空的过程中 必然衍生出大量的新技术 这个是必然的 就像现在有很多 军转民用的一些技术之类的 比如说像我们的手机之类的 这个通信技术 原来最开始是军方用的一个技术 后来是军转民 然后大家觉得 好像这样去通话之类的 比较方便一点 然后就当民用了 方便了大家的生活 也是这样的 这些技术将有效地解决 我们面临的问题 此外会给数千万人 带来就业机会 这都是有益的 这都是有益的 这是其中的一个好处 我们接着看 而关于这个话题 最后的论据 就是关于我们是否应该 往外太空发展 这样的一个话题 然后最后的论据在于 如果我们不往外太空走 整个人类将会由于 缺乏对外的张力而归于技 什么意思 这里的技不是 王明杨清学里定义的 类似的无 而是说由于人类 越来越强健 越来越聪明 没有一个对外的突破口 将导致整体内心的塌陷 随后将变临深刻的社会问题 和杰斯底里的技术斗争 你说古老师 这个是怎样的一种逻辑呢 你先理解一下 我说的这样一句话 整个人类将会由于 缺乏对外的张力 而归于技 就是人类整体的 一个前进的方向 或者是说 他要做事情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倾向 有一种力量 在牵引着人类 去做这些东西 朝一个方向走 或者怎么样的 如果没有这个方向 那么人类就会 就是在内部的 这些力量 就会在内部体现出来 没有一个 整体的往外的一个力量 这种力量 就会在内部产生 你是否有理解 我在说什么 想一想 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我再说一遍 如果人类没有一个整体的 一个往外走的一种能力 就是朝一个方向 比如说我们要 打造一个绿色的地球 我们要打造一个非常 和平的世界 我们要往外太空走 这都是整体的一个倾向 整体的一个力 对整体的人类而言 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力 如果没有这种力 那么人类整个社会就会 的力就会在内部作用 在内部作用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些 深刻的社会问题 比如说就会涉及到 一些暴力的冲突啊 或者是一些 技术的斗争啊 等等一系列 这是力在内部的一种体现 力在内部的一种体现 没有一个对外的突破口 将会导致 整体的内心的一种塌陷 它要需要一种牵引力 需要一种牵引力 牵引着人类往外走 外部不只是说 往外太空走 而是往外面去 找一个突破的一个口子 打造一个绿色的地球也好 打造一个和平的世界也好 或者是说 往外太空走也好 这都是一种外力 对不对 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好 我接着讲 能作为有尊严个体 数据和权力的个体 是否在这样的 最好选择之后 沦为创作的工具 也就是说 如果是说 比如说 我们就要选定了 整个人类世界 打算往外太空走了 往外太空走了 那么 这每一个个体 是否在这样最好的选择之后 就沦为了一种创作的工具 就是是不是每个人 就像一个零件一样 像一个螺丝钉一样 在这个浩瀚的 庞大的一个工作体系里面 扮演的一个螺丝钉的一个角色 我们的解释是这样的 改造这个真实世界的过程 为这个真实世界创造的过程 本身就是关于人类最佳的解放方法 你说这是什么一个逻辑呢 我们接着看后面 然后我再回过来讲 卢梭提出了 人类在工业文明后面临的异化 卢梭是怎么说的 他说 人类在工业文明 虽然看得是非常的文明 或者是现代化了 或者拥有了繁华的一个社会了 但是人失去了自己的本性 失去了自己的本性 变异化了 被异化了 而老子和庄子认为 任何发明都是有害的 人类就应该和各种动物生活在一起 保持一种天性 保持一种天性 而这古老师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关于这种文明的进程 是势不可挡的 是势不可挡的 但是你可以走得慢一点 那其他的时间 我们用来干什么呢 其他的时间 我们可以用于自己的一些娱乐和休闲 保持自己的本性的一些娱乐和休闲 比如说与人之间的沟通 人之间的沟通 情侣之间的 夫妻之间的 朋友之间的 亲人之间的 或者是就算是陌生人之间的 或者是公司同事之间的这种沟通 对不对 可以保持这种沟通 你可以去选择自己的兴趣爱好 你下下棋 打太极 唱歌 跳舞 写书 然后去阅读 等等一系列的 这都是你的一个选择 这些东西都是保持人的本性的一种方法 保持人的本性的一种方法 你记得我曾经讲过 人的三道本能是信实沟通 你围绕这三个方向去展开自己的一些工作或者是一种活动 你可以保持自己的一种本性 保持自己的一种本性 在文明的社会里面 在做文明的一些工作或者事业的时候 你可以保持住自己的一些本性 这就是克福卢梭所说的异化 也是克福老子 他们提出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 所有的发明都是有害的 人类应该和各种动物生活在一起 当然 人类应该和各种动物生活在一起 这一点我是不反对的 我真的是比较支持这种说法 放眼世界哪些国家做得比较好一些 印度做得比较好 你说中国我们 好像和印度这个关系不是假好假好的 有点辣格 但是我们就是就事论事 印度它的街上有牛 有猴子 然后什么老鼠之类的 他们好像也不准备去捕杀 对不对 你说胡老师 你这个东西 好像有点不太对 你说我们现在打造一个文明的 或者卫生的一个城市 像各个城市都在搞那种全国创位嘛 对不对 那如果这种动物之类的都在街上走 或者是街上跑之类的 第一个会影响一些交通 而且都对人 说不定会造成伤害 有天猴子一发起 狂起来 然后抓死一个人 等等一系列的 这个责任谁来负啊 对不对 我们不能干这个事情 这是你的这种理解 但是真实的情况就是 人的这种本性本身 就包含了一种被伤害 或者伤害的一种诉求 我再讲一遍 人类的本性中 本来就有一种被伤害 或者伤害的一种诉求 和动物在一起 其实不是一个太坏的选择 只不过呢 国人比较 比较 现在比较爱干净吧 比较卫生 对不对 就是觉得 好像有点 有点就是比较 和动物 什么老鼠啊之类的 或者是牛啊之类的 在大街上走 还有大便啊 牛粪啊之类的 到处都是 你这整天好像没法活 我们要 要有一种干净的一种 那我们就换一个思路嘛 那就 等到周末的时候 或者有时间的时候 你经常去什么动物园啊 或者是野外去逛一逛嘛 对不对 保持一种天性 保持一种天性 保持一种与动物的沟通的一种能力 与动物沟通的一种能力 我们要变化那种思维 有个事 比如说我们要干净 要卫生 那我们就换一个思维 就说 到野外去和动物相处就完了 对不对 好我们接着看 哦这里已经完了 那好我接着先说一下 我就是我以后会讲个什么东西的 我这次就是关于 我们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 这二十集就讲到这个地方就结束了 讲了十三章 一共是十四章 还有最后一章讲些什么东西呢 最后一章就讲一些 就是你应该怎么做 然后可以让自己的内心世界就达到一个最好的内心世界的一些方法 这个概述起来很简单 也就是比如说 比如说你坚持运动 坚持锻炼 锻炼身体 既然身体是内心世界到真实世界的媒介 那么 好的身体总不是一件坏事 对不对 还有个什么 就是有时间去旅游一下 去多阅读 多和别人保持沟通 去分享自己的内心世界 就是告诉别人你的内心世界是怎么规划这个世界 或者是你是怎样去定义 比如说你的情感世界 情感生活的 定义你的一些 个人的一些兴趣爱好等等一些 你要擅长于和别人分享 你要擅长于和别人分享 分享完之后 你会发现你会得到一些体验 得到一些体验 原来别人的是这样的 是不是他的某些方面是值得我去借鉴的 你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然后你的内心世界就会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稳固 越来越强健 对不对 这就是一种好的事情 所以就是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第十四章我就不打算讲了 我就讲到第十三章 然后基本上就完了 刚好也讲到二十几 和我最开始的预期是差不多的 然后之后我会讲一个话题 就是我和他的关系 说我是什么 我就是指我这个个体 我这个个体 他是什么意思 他就是指你所处的周边的这些环境 或者是个体 我和他的关系 然后会讲到一些东西 我相信会对大家有些帮助 希望大家就是在下一次的时候 也来听一下我讲的东西 讲完之后呢 然后我可能之后 我再会讲一些 比如像海德哥尔 或者是胡萨尔的一些哲学 然后最后的时候 可能会讲一些 当代的哲学家的一些体系 也欢迎大家来听一下 好 我的QQ是13184359 如果有想好探讨学术方面 音乐方面 生活方面 旅游方面的朋友 尽请给我联系 好 谢谢各位 今天的课就到此结束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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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